他的脚掌被弯曲成了恐怖的90度 神秘人再一挥手 接着他嘴里的牙齿全都掉了出来 神秘人说这是一个拥有魔法的世界 梦境也可以映照现实 随后他的耳朵开始飞速变大 很快变成了两只猪耳朵 神秘人告诉他公司里藏着一扇便携门 他是通向王者银行的唯一通道 但那扇门已经消失了500年 话音刚落 保罗就从床上惊醒了过来 他不确定刚才到底是不是在做梦 只能明天再去公司找找看 谁知保罗第二天刚到公司 就看到了那个在梦里出现的神秘人 保罗一脸的剑步 看来昨晚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就在保罗尝试找到那扇门的时候 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金属落地的声音 他打开门一看 地上有一堆定书针被摆成了王者银行四个大子 按照箭头的指引 那扇门似乎就在这栋大楼的下方 保罗沿着楼梯一路往下 在镜头看见了一扇老旧的卷帘门 上面写着只有地精才能通行的警告 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作损 保罗一把打开了卷帘门 但这里好像只是一个狭小的储物件 就在他打算拿起一个东西时 保罗这时突发奇想 如果他整个人都穿过去会怎么样 下一刻 保罗果然进入了另一间密室 仿佛是察觉到了有人到来 昏暗的密室中慢慢亮起了灯光 这里面放着很多奇怪的动物标本 但貌似这些标本都还是活 这时他突然看见了一个奇怪的定书机 就在他要伸手去拿时 对方好像并没有恶意 保罗打算用自己的手让对方献出原形 那竟然是一个被封印在定书机里的地界 对方也的确没有恶意 还给他指明了便携门的位置 保罗按照指引来到密室的深处 随着他的手掌开始慢慢移动 空气中很快出现了一个棕色的门框 手掌随后缓缓向下 紧接着一个门把手也露出了踪迹 保罗话音刚落 门就突然自己打开了一条缝隙 他壮的胆子推门走了进去 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公司大楼 随后在他把门关闭的瞬间 便携门突然从原地消失了 接着就变成了一条白色的浴巾 而他现在的位置 正好是老板汉弗莱办公室外的走廊 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钟 按照公司的规定 在下午五点之前 所有人都必须全部离开大楼 但汉弗莱的办公室却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既然会发现自己的我